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起电视剧里我们喜欢的角色 那是说上三天三夜都不带同样的节奏 但要是说起最让我们恨得牙痒痒的角色 口径就从未如此统一过 这类人既不像反派人物一样 把我是坏蛋这四个字明目张胆的写在脸上 也不像阴险小人一样 总会有人去收拾 他们的坏事藏在人处无害的皮囊下面 即使是作恶多端身边也总有守护神保驾护航 此类物种就叫做绿茶表 来来来 我们先来看看绿茶表的名词注释 外貌清新脱俗 素面朝天 人前楚楚可怜 纯真无害 人后功于心机 不择手段 而具体表现形式吗 小娇这就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前方笃心高能 上车请坐稳 第一种绿茶表 是懂得叙事呆发 步步为营 把别人害得家破人亡 代表人物 爱丽 经典台词 你没有资格打我 是你老公心甘情愿地爬上我的床 甜言蜜语地说 让我做他的女人的可怜的品 如只能眼睁睁地卡着自己的老公被抢 甚至在爱丽面前还是个战武渣 就问你闹心不 另一种绿茶表是做了别人感情里的小三 还一副站在世界中心呼唤来的样子 代表人物 子玲 经典台词 我们姐妹怜心 我最了解你 你的心里不可能没有爱 你有的你有的你有的 你马上把她找回来 这部剧的神走向小娇永远也看不懂 为什么喜欢上姐夫的子玲全员保护对象 而被害得断了腿的绿瓶 却成了魔鬼 不过有句话说得好 抬头问苍天 看她饶过谁 在横的绿茶表 也会等到被人收拾的那一天 不信 小娇 这就给大家来一波超解气的手撕绿茶表合集 故事背景 克拉面人 出场人物 高伦 叶琪 前任 简直是一段感情中杀伤力最大的武器 奇迷设立有多猛烈看过克拉面人的小伙伴们都知道 叶琪的出现 无疑是在弥朵和肖亮的恋情里 惊起了一阵波澜 且不说叶琪仍对肖亮与情未了 就这失忆梗的手段 加上楚楚可怜的模样 难保肖亮不会动摇啊 不过好在 弥朵的身边 还有这样一位小天使高文 实力演绎什么叫雷好友两肋插刀 叶琪想要趁自己失忆的时候 理所应当地留在肖亮的身边 不好意思 高文一出马 立马就断了你的非分之想 让你跟着我 不仅是因为你出了事 更是因为我俩是最好的朋友 高文这样的说辞 简直找不到让人拒绝的理由 只能说小天使的这一番操作666 俗话说 演戏演全套 莫了 高文还不忘给叶琪一个爱的抱抱 赞 故事背景 我的前半生 出场人物 唐经 微微安 如果小伙伴们觉得好友助威除EX更不够解气 那么这位唐经小姐姐亲自下马手撕绿茶表的行为 就问你们带进步 对于未婚夫的非文女友 微微安 唐经原本对这类花瓶不屑一步 无奈工作的调动微微安 抢占了进水楼台先得月的机会 微微安还没得一两分钟 唐经一声令下 就把她一同打包带走惹 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正面杠 她唐经还没怕过谁 大家来品一品社会 我唐姐的经典语录 我不像你 一路靠着 露大腿不动 脑子的走上来 我要是没两把刷子 早就死在沙滩上了 对此 小娇只想说 千万别小看一根筋的职场女人 她们一旦火力全开 你就只能沦为矮打得奋了 故事背景 家的N四方 出场人物 文男 赵文 小伙伴们 试想一下 假设若干年后 你儿子的女朋友因为嫌平爱妇 虑了你儿子不说 你扭头就发现这小姑娘的新猎物 居然还是你的干儿子 这一口气堵在喉咙里上不来下不去 就问你气不气人 家的N四方里的文男就遇到了这么狗血的事 作为一个双重家长 文仪当然有责任好好教育一下 绿茶表本人赵文了 当然了 一开始文仪采用的还是免礼藏针的政策 毕竟还是要给小姑娘留点面子的嘛 所以话里话外皆是暗讽 谁了赵文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 文仪只好使出杀手锏 想要击败对手 就得摸清对方的软肋 得知赵文最在意的就是他的工作 那就只能以买下他的出版社威胁咯 等我买下你的出版社 我可就是你老板 分分钟我能把你开了 就问你 慌不慌 故事背景 甄嬛传 出场人物 甄嬛 其贵人 说起首思绿茶表的桥段 那怎么能少得了明争暗斗的后宫 用宋小宝的话来说 皇帝如果做不到与陆军瞻 那后院起火的日子 可就只能天天见惹 甄嬛的一句逆风如解义 容易莫摧残 偷去了皇帝的心之后 其他嫔妃可都在变招法争宠 比如其贵人明利阿利的迫害甄嬛不说 还试图装病把皇帝留在身边 不过就凭他这点小酒酒 能跟甄嬛斗 给你来一碗治病的良药 就问你喝不喝 当然 皇帝的表现也是耐人寻味 不仅横眉冷堆其贵人的小性子 甚至搬出了龙眉这一套 所以你们看 大部分男人其实都不傻 所以绿茶表的肉眼可见的小手段还是生生吧 故事背景 王的女人 出场人物 吕乐 七喜冰 后宫中 有人靠美色独占恩宠 自然就有人靠此四夺宠 瞧其喜冰这楚楚动人的慈母模样 要不是知道 他为了陷害吕乐坏事做尽 小娇我差一点就偏离政党惹 其实好不容易以泪洗面 说服了大王随自己回宫去看望孩子 结果半路就杀出了他的死对头 乐 不就是拿孩子说事吗 谁不会啊 吕乐抢先一步 把孩子暴入了自己的宫中 这神情仿佛在对七世说 我就喜欢你 恨我却干不掉我的样子 前朝谋权威 后宫谋恩宠 真是一出好戏 看到这里 大家发现了没 拥有一双剑表神眼的人 往往都是女性 难道男性与女性真的在鉴别绿茶表 这件事情的难以程度上存在差异吗 其实说到底 还不是因为绿茶表 这个词就是为女人发明的 毕竟这个物种的存在损害的 是女性群体的利益啊